好,第一位就是我们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制作人 陈传卫,我们掌声欢迎他 第二位就是我们的极乐世界的导演 国演工导演,我们掌声欢迎他 我们掌声欢迎新北市政府的老人弗里科的 社工人员林怡萱,我们掌声欢迎他 我们今天是非常有福气的 因为我们有三位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 就是在拍摄这个影片的时候的感觉 还有在看这个影片的感觉 大家知道什么是自立生活吗 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有知道 我觉得自立生活是每个人都需要 因为可能大家都会脱离原生家庭去生活 可是声音障碍者在这一块 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资源 那我们也需要人家帮忙 那只是可能不是家人这样子 就是即使自立生活不是说不需要别人帮忙 应该是说你可能需要别人帮忙 但是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你要做你要什么样的生活 你要怎么样看电视啊 你要怎么样选择 你要穿什么衣服啊 这才就是不是完全都不需要别人协助 因为有些重度的伸张者 他们可能还是需要有那个照顾员来帮助他们这样子 那如果未来小朋友不是自立生活 你也可能会自立生活 那自立生活不是说我离开爸爸妈妈去自己一根锅生活 就是自立生活 你有时候跟家人生活也算自立生活 只要你是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算是自立生活 太好了 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机会 有自立生活的这个经验对不对 我们请制作人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做《极乐世界》这个系列的影片 其实我们想要做这个《极乐世界》呢 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在台湾啊 就是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身上的朋友 你在电视上看到的 好像都是比较沉重或是比较悲情的 然后其实我们好像比较少看到他们的生活面 例如他们去工作啊 他们去上学啊 或是他们去看电影啊 那我们会觉得说 对我们来讲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能今天我们要去学校 可能爸爸妈妈带我们去 我们自己走路去或是什么的 你可能可以看到其他同学的状况 可是你可能看不到 你不见得会看到身上朋友他们的状况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想要做一个这样的纪录片 让大家可以更看到身上朋友的生活 好 我们问一下我们导演啊 在拍摄的过程中 你看到了这么多的故事 你是怎么样去把这些故事跟大家分享呢 其实我们看到他们的故事 我们都会觉得很感动 因为他们要克服很多困难 去达到自己生活的目的 但是我在拍摄的过程 我一直告诉自己我不要太被感动 因为这些障碍可能是我们必须要去改变 就是说他们不需要这么辛苦 然后去达到这个智力生活 如果他们这么辛苦才能做到智力生活 那要表示我们这社会 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因为我们制作人讲我们不是要 不希望呈现身心障碍者比较悲情的一面 我们希望呈现他们生活的一面 他们如何面对每一天的生活 他们的日常 所以我在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今天要让自己比较客观 大概是这样 那以轩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有没有哪一段你觉得特别有功名 或者是你就是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呢 他们在面试的时候 他们会问你什么 或者是他们会有什么奇怪的疑问呢 因为之前我就想说 因为我比较不方便 我都会找比较有不障碍环境的 像医院或是学校之类的 去面试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就会 像去基督教相关的医院 他们可能不会问我说我的工作能力 然后就一直问我感情状况 然后就让我觉得很疑惑 感情状况 对他就会问我是不是同事之类的 对 然后或者是我去生命线面试 我想说生命线可能就是接电话 可能对我来说不容易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 那你确定你了解这份工作内容吗 然后就一直质疑我打量我 那我觉得就是不是很舒服这样 所以我觉得在找工作方面 是遇到我们很多的挑战这样 好 那我们再一次给我们三位 语团人掌声好不好 谢谢他们的 真的非常好的故事